北建的典議長 方子傑先生 這個當過總統的變成受刑人到你那邊去 你有沒有研究應該怎麼關才會適當 有沒有研究過 總統當過總統的他的社會影響力那麼高他的政治敏感度那麼強 所以變成受刑人你只懂得加強介護是不是 那倒不是 你沒有跟他加強介護 有沒有 我們是對所有同學都有 都需要介護 你有沒有對他加強介護 有沒有對陳水扁先生加強介護有沒有 我們保護他 有沒有啦 有沒有加強介護 應該是有 有嘛 對啊 那為什麼要浪費這個20秒鐘才搭出來呢 那加強介護跟一般沒有被加強介護的待遇會有什麼不同 你說 每一位同學都是有加強介護的 每一位同學都有加強介護 沒有錯 你不是說他身分特殊嗎 他身分特殊 你不是一直在講說陳水扁先生在你那邊 齁 你的職責上面 因為他身分特殊所以所以所以怎麼樣嗎 因為身分特殊所以有特別處意嘛 不是嗎 我們是有特別的尊重 尊重 所以對於他的接見 你不要特別處意啊不要說尊重啊 尊重有圖利喔 尊重有包庇喔 尊重 這個 這個有肚子喔 如果照你的解釋 你 我們在法律範圍之內 我們能夠 處意就處意嘛 處意是你們的 行政上的用詞嘛 不是嗎 是 對啊那就處意啊 所以你給他特殊處意嘛 所以沒有所謂 跟一般壽星人一樣 所謂公平的問題嘛 因為他身分特殊就本來就不公平了嘛 他是比一般生分同學都要好 什麼叫好 呃 不能是 一般的同學不會關四年就變成這樣 他被關 被你關四年就變成這樣 還得他特別好 那如果對他不好的話 早就死掉了 蛤 是不是這樣說啊 他以前有高血壓嗎 他以前講話為口急嗎 他以前有私意嗎 蛤 他以前 有戴過尿袋 幾天啊 現在尿袋戴幾天啊 他是 呃 呃 呃 我就必須要看資料了 幾天了啦 你記憶啊 在我記憶中 應該是有 從這個 屬立桃園醫院到現在應該差不多接近20天 對啊 20天都戴尿袋了 還戴著啊 哦 而且戴到這一個 這一個感染啊 哦 呃 醫生是有加說把那個導料款拿掉 他不肯 他自己不肯 拿掉他不肯 對 他自己可以尿出來 他不願意自己尿 呃 這是 這你說的喔 對 要求證喔 可以 馬上求證喔 可以 醫生叫他拿掉 那又尿不出來 呃 呃 北龍那是北龍獎的話是希望他 那個 沒有這回事啦 需要把尿袋拿掉 醫生說如果說你可以尿出來 你不用再帶尿袋了 他會不停 醫生說是需要訓練 我每一次啊跟你對話 類似這一種講話模式 打話模式 通常是這樣 那是否都證明 你一直說法 我為什麼要用這樣的開場擺 情況特殊啦 是 不是他總統身份情況特殊 當過總統的 這個人 身份 導致情況特殊 而是他被你關出今天 有這麼多的病 齁 這病齁 奇奇怪怪 齁 大家都不能解釋 那我問你呢 如果你自己 或是你的親戚朋友 或是你的家屬齁 齁 長達六個月的期間 一個 一個 這個精狼發炎 結果 結果 結果診斷出四種不一樣的 齁 這個病症 蘇陶說 那是血塊 臨口長根 說那是腫瘤 然後 北榮第一個醫師 說他是結石 石頭的石 第二個醫生 隔一天就跟他說結晶 那你叫這個病人 你叫這個病人 你叫這個病人 你給我醫半年啊 找那麼多醫生啊 齁 結果今天答案不一 你說你好好醫療他 他會相信嗎 他會對你有信心嗎 對你這個醫療有信心嗎 嚇也嚇死 那台灣啊 我問衛生署長啊 他答不出來啊 台灣有這樣的一個病例 搞半年啊 結果他到底 經常發言是什麼原因 齁 弄出不同的 診斷 有這樣嗎 這到底是為什麼 我搞不懂啊 台灣的醫師有這樣 我不是做過醫生 我也是退醫學 但是我也想不到 齁 齁 齁 請問一下 因為我們國家都沒有關過總統的經驗 因為以前的總統絕對不可能被關 蔣經國 蔣介石 隨便殺人都不會被關 但是不保證以後的總統 不會犯法 今天如果特別會沒有處罪啊 今天所有政治界的人物 多少人是要去坐牢啊 對不對 哪一個特別會被起訴 接著就告我 好在齁 我練過財經啊 我所有的單機都保留著 遇到這個檢察官那邊 什麼 兩年前的收據 一年前的收據 這活光山的監管啊 這個收據不會夾啊 你們都還留著 我第一次當黑名單啊 開始 我就保持證據 不然遲早會被害死 所以我沒罪啊 你看看你們那個 那個豬超那個檢察官 還主動在意 一定要把我搞死啊 不起訴不行 結果第二個檢察官也是一樣 很欽佩你 因為我保留了原始的單機 所以我的支出 實際的支出 沒有去報仗的 都超過首領的這個特別會 我是這樣沒有罪了呢 你為什麼不敢公開 什麼大水庫 什麼北井南松 你說 連一個清白的人 保存原始證據 這麼明確 這麼具體的人 你都不給他一點 輕易說 他真的 實際支出 超過他的收入 特別會用不過 而且有單機為證 為什麼這一句不講呢 為什麼還幫我 幫我修改呢 修改那個不起訴書呢 我們思法是黑暗到這種地步啊 沒有罪的便有罪 即使沒罪 也不給他一個容易 政治鬥爭嘛 特別會 讓台灣從事過公職的人 領過特別的人 通通蒙羞 因為是非法不平 那今天呢 對付一個總統 這麼多先例 我們天天在祈禱 祈禱馬英九能力強一點 運氣好一點 政績快好一點 不要靠 整阿扁 來保持自己的 這個核存 政治的核存 當然今天你們來 只聽而已啊 你們不敢做主啊 但是我們是立法 我們都知道 現在的台灣的監獄 所以 他的 目前 裡面的人權 等等的狀況 是落後國家的現象 絲毫沒有進步國家的樣子 跟水準 所以只要去關 只要去關 不放水的話 通通會有問題 你這個關的隊 一個沒辦法啦 武哲元 等等等等 當過關的 大國董事長的進去 哪 沒有哪 有哪一個沒有 被這個 所謂放水 回勤喪 他關了 嘻嚇嘛 都沒掉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們希望對 謝忍的總統 不能保證他不犯法 他犯法以後 也不能 不判刑 但是判刑以後 也不要 也不要 因為這樣 而否定他一切 甚至把他的命 把他整掉 因為 這是涉及到整個國家 以後的發展 所以今天考慮的是台灣的未來 說明大家共同 所處的這個國家的未來 才 在他身上 要去 處理這件事情 如果他是超人 這個無理金剛 他都不會生病 怎麼關 都是健康 我們也不要 今天來這樣 被你關四年就這樣子啦 進別容以後 你們還期待說 今天去明天回來咧 開了兩個禮拜的藥 結果兩個禮拜藥 第一天吃了就不行啦 就釀不出來啦 等兩個禮拜 等不到一天啊 就要回去了 醫生會騙你嗎 那如果說醫生真的說他可以回去 沒有問題不用再來 吃了就好 那今天薯頭 就要關夜唷 那今天薯頭 那如果說醫生真的說他可以回去 叫關門喔 一定是說裡面 法務部 說裡面這個北建的人 壓迫的嘛 給我送回來 給我送回來 不可以留在這裡 一定這樣的嘛 現在二則一啊 是薯頭的醫療水準有問題 醫術道德有問題 所以 不該 讓他回監獄 而他回去了 因為事實已經發生了 還是你們強迫醫生說 一定要讓他回監獄 所以這是一個高度政治的問題 法律只是一個工具 對這個高度政治 跟影響國家重大的這個議題 我們特別的立法 沒有什麼不對 因為是滿足大家的 共同的這個利益 就像特別 特別會處罪一樣 因為太多人了 不小心犯了 我在1996年 我總執行的時候 我就對特別會做調查 其中有14個部長 他的辦公室跟我回覆 一半 就是薪水 當時1996年 我都有統計 10年後 2006年 特別會引爆的全國政治風暴 那個時候10年前 我叫大家法制化 因為他會計原理 跟法律規定 是衝突的 應該整合 特別會不能這樣編 不能這樣用 沒有人相信 最後是用 用這個 犧牲法律 犧牲法律 來解決政治問題 今天我們不是犧牲法律 解決政治問題 是針對政治的需要 我們要 我們依法律 沒有犧牲 是做一個特別的處理而已 用大家的智慧 大家都聽到了 台灣要如何發展下去 要這樣亂嗎 要這樣下去嗎 大家解決吧 謝謝 謝謝 謝謝